现在说到毒蛇 您会想到谁呢 估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由蔡明扮演的那个毒蛇老泰吧 但是呢最近我们发现长相非常甜美 而有淑女的张敬初也被贴上了一个毒蛇的封号 这还要从他和吴克群主演的电影《脱鬼时代》说起 在戏里他老叫我阿姨 然后非常的愤怒 想什么呢 阿姨 再叫我阿姨 小心阿姨打你 第一反应都是叫的是谁啊 谁是阿姨 我哥哥也有孩子嘛 那我在家里一直都是姑姑 我都当姑姑好多年了 倒还好 但是被那么大的大小伙子叫阿姨 那个感觉不太爽 很多爽 在电影《脱鬼时代》中 张敬初饰演的发明后《诗婚女许可》 被吴克群扮演的富二代康绍连连喊作阿姨 心中十分不爽 而被称为毒蛇阿姨的她 也是一点都没放过吴克群 老实说这个阿姨真的很毒 他那边讲话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在讲学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我跟你挺合适的 他第一句话就说 我跟你爸比较合适的 因为他比你大 钱比你多 钱比你大 然后可能死的名字 虽然吴克群和张敬初在戏中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们撒出爱的火花 吴克群对于自己口中的这个阿姨可是有点着迷 在这种不幸运势的时候 给我做了一种东西 然后 别这种便宜 我跟你们在录像在里面看见 孩子都不是 要不然就是白骑士 刚刚 在电影中 张敬初本来与潘岳明是一对夫妻 两人婚姻的破裂才给了吴克群机会 而恰巧就在拍摄这部影片的同时 潘岳明自己正处于于董杰的感情危机状态 不知道在这样的心情下 会不会影响他的工作状态呢 状态不太好 就是一直都会 好像有一点美金打采的吧 谢谢大家